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各位好 在这样一个夜色渐浓的秋天的夜晚 我要与你相遇在十点读书里了 我是林静 今天能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极简生活的八种方式 人生几十年在红尘中打拼 为了生活奔波 为了宁丽打拼 慢慢发现自己想去 想要的越来越多 最终迷失了自我 但凡粗茶有真味 宁床禁局是安居 人活到极致是素与简 舍弃不必要的欲望 舍弃心上的负累 一个人才能活出生活的真味 人民日报推荐的这八种极简生活方式 值得大家一起建训 物质极简 有个同事喜欢买买买 每年的购物节都会囤积很多东西 快递每次都要用小车拉回去 久而久之 家里堆得满满当当的 占用大量的时间 空间金钱 却不能给生活质量 带来实质性的提高 后来他搬新家决定断舍离 除了必要之物 其他一律卖掉 他才发现 自己其实不需要这么多东西 现在电商发展迅速 一个人只要点点手指 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以至于人容易产生一种囤积癖 可是到头来 自己不过一张嘴 两只手 能用的东西实在是有限 过多的物质 只能给自己带来负累 人是万物的主人 不要本末倒置 让自己成为万物的奴役 简慎购买 珍惜使用 果断舍弃 才是最好的物质生活观 经历极简 曾经听说过一个故事 台湾有位大世纪的老中医 看定称神 但是一天只能看三个人 遇到疑难杂症 有时候甚至一天就能看一个 他说自己年纪大了 精力有限 看三个还可以 再多了就看不准了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用一点就会少一点 过度耗酸 只能一事无成 古人说正未宁命 一个人要把精力集中起来 专注在一件事上 这样才有可能把事情做成 现在很多人把时间过度零散花 有空就拿出来刷微博 刷抖音 时间不知不觉 就在指缝里溜走了 精力也这样一点点浪费掉了 等真正有事情的时候 反倒是打不起精神来 事倍功半 雍如一生 人生要有重点 把时间精力放在重点上 才能真正提升生命的质量 远离无意义的浪费 人生才能充实而快乐 财务极简 财务极简不是要一个人抠 而是一个人要在财务上能够自由 必须的东西不纠结 该买就买 不该买的东西不羡慕 管住口袋 不虚荣 每日抠抠嗦嗦嗦过日子 是被金权奴移 大手大脚 入不敷出 也会被金权奴移 真正的财务自由 不是一线城市两套房 存款两千万 而是一个人的欲望 小于自己的收入 量入为初 不让自己在金钱上太过计较 也不至于太过豪横 减少在这件事上的经历 把人生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这样的人无论何时何地 都能拥有一份掌控自己的自由 人都会有情绪 好的情绪是鼓励 坏的情绪是警示 他们是行动的信号 不是让你沉浸其中 不听美好 打败情绪的永远是行动 有个学生曾经在半夜 向赵玉萍老师打电话 说自己心情很差 寻求解决的办法 赵老师直接给他一个任务 后天讲课需要一个文件 里边两千个单词 你明天去把它搞定 学生有些莫名其妙 但还是照做了 第二天晚上九点 学生把作业交上了 赵老师看他状态明显不一样了 这才跟他说 心情不好的时候去做事 有事可忙 心情就好了 与其自己沉溺不良情绪 不停折磨自己 不如给自己找点事干 说一千到一万 不如自己去做一遍 我有行动起来 才能打败焦虑 打败不良情绪 关系几件 我们常说 人到了一定年龄 你必须扔掉四样东西 没意义的酒局 不爱你的人 看不起你的亲戚 虚情假意的朋友 人到中年之后 慢慢就明白了 朋友不需要太多 一两个知心的就够了 作家和菜头曾经热衷圈子 每日都有参加不完的饭局 但是最后慢慢发现 很多人几乎就见过一次 饭后再也没有联系 所谓的我认识好多名人 有很多的人脉 都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幻觉 与其在这件事上浪费时间 还不如自己回家读本书 来得实在 就这样和菜头借掉了饭局 开始专心经营自己的小圈子 平时大部分时间独处 偶尔和一两个 知心好友聚聚 这样的生活节奏更慢 交往的质量也更高 社交誓言 少了太淡 多了后闲 有一二之计 偶尔聚聚 说说真心话 才是最好的社交方式 表达极简 蛤蟆叫得正天响 但是除了招人烦 没啥作用 但是雄机一唱天下小 说话不求多而求准 在恰当的时机 说恰当的话 不拖泥带水 不管弯抹角 在不恰当的时机 保持沉默 这样才能算是 真正的表达极简 很多人讲话 半天没有重点 说了半天 事情没说清 人物关系没理顺 从头到尾都是情绪发现 这样的人在工作和生活中 很容易让人发懵 学会极简表达 一个人在工作中 才能够更有效率 生活里才能更有效地沟通 心态极简 列子里讲过一个故事 七国有个人 担忧天会塌地会陷 自身没有安全居住的地方 乃至于睡不好觉 吃不下饭 心态上的繁重 让他整日焦躁 日子越发难挨 后来人们用 启人忧天来形容 毫无根据的忧虑和担心 既往不恋 当下不杂 未来不赢 过去的不留恋 未来的不憧憬 专注眼前 活在当下 唯有如此 一个人才能在 复杂的人生路上 活出最好的自己 目标极简 人这一辈子能做的事情 很少很少 如果目标定得太多 精力过于分散 可能哪个都完不成 曾国藩的弟弟曾经出任乡军统领 他一直觉得自己没有见识出身 低人一等 于是想要一边备考 一边带兵 曾国藩果断回绝了他 你要么带兵 要么考试 只能选一个 人生很多时候就是一门取舍的艺术 选择了这个 就必须放弃那个 我们不是神 时间和精力都很有限 鱼气贪多脚不烂 不如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毕竟 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 就很不容易了 习慕容曾说 舍江而过 福荣千朵 诗也简单 心也简单 人生很短暂 能够容纳的事情 很少很少 好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到这就结束了 学会清理行囊 轻装简从 人生才能更好的前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